不知道该吃点啥 今天咱们简单吃一个泡面吧 好了咱们把锅最长 给切成这种斜刀片 来点小香菇 给它切成小片 好准备一颗西红柿 把它杆去一下 切成这种小钉钉 好咱们再来点这个金针锅 这次咱们先准备一个平底锅 来一点点底油 转一下充分筋润一下 撒点这个四川花椒某某盐 然后盖盖 来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咱们切好的西红柿丁给它放里边 然后这些小菌类 然后放点这个土耀包 蔬菜包 酱包 来上一手老干妈 不是特别辣的 油粉 然后锅度三五分钟以后 咱们把泡面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把这手油菜给它下到锅中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哎呀不容易啊 终于够定了 今天的早餐 就是这个小方便面 哇 哇 哇 这方便便怎么这么烫 不过蛮爽的 这泡面真绝辣 好好整一步 再给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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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颗鸡蛋 昨天晚上没吃饭 一直顶到现在 我真的伴着饥饿感 我平时都是十二点半到一点半之间睡 今天终于伴着饥饿感 三点才睡着 但是我战胜了自己 肯定今天早上 偷偷的吃一顿小泡面 来预祝我这个减肥事业圆满成功 今天这个泡面格外好吃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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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 一道美食想要好吃 这个最关键的因素在什么 在于什么 都知道了 可以打到公平中了 它来一颗小鸡蛋 一道美食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饥饿 饿了真的吃什么都香 就是吃臭袜子 也能比别人多吃两双 直接小鸡来吧 解除咱们的封印 好爽 我以前是连没吃这么好吃的泡面 By the soup 酸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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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买 酸饭 脆 很酷 这个酣畅的蜜蜜 滈这个酣 这样 ボ 酱酱酱酱酱